好,我們那個平衡世界都講到這裡 其實坊間都是一些類似的作品 不過它都是兩個世界障礙的概念 但它就不是用平衡世界來發展 它是講前世和現在的 就是維斯里斯說有一本叫沉夢 很簡單,就是找你的夢中發生了什麼事 咦,這麼相似 它找到so far,原來夢裡面找到的東西 其實就是它前世,因為很簡單的故事 但為什麼這麼好看? 就是它不是很像發夢 就是不是很像Inception的視覺 給你擺明兩個人都是在發夢的 抱著老婆又變灰,又火燒那些 它不是那個意境 失態 我到我都開始混亂了,入了多重 是,是shutter island 但是,跟沉夢,跟Jay Love's Ladder是一樣的 它是給你一條有個夢 不是說你去看發夢的意境 你這個人的身分是變了第二個 是真實到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戲這麼完美 就是你不知道你現在是夢還是真實 這一套戲也是有一個 略是說死亡的恐懼 但是似乎你每次想憑死 就去倒進別的地方 其實你是死不了的 你只不過好像譚詩說 你兩個舞台上跳來跳去 在那裡 是啊 然後他又很痛苦地這樣 喂,究竟怎樣? 哪個字是我? 因為有我的概念在這裡 沒錯,沒錯 那其實他好像collapse了 collapse到怎樣呢? 譬如我們用視覺一點點去 就是這個,我們下面有一篇 我喜歡不講視覺的元素 但是我們這個講一點 就開始他亂到 當然這個是導演的營造的一件事 譬如說他在畫面上做到都分不到 就算兩個世界就不是那麼獨立地 就是好像在新號 不是那麼獨立地 我們可以很靠畫面去分析到 因為你知道嗎?有一陌生說他 被聖誕老人攻擊之後 拖他進醫院 好像進了精神病院 那裡他是用了主觀鏡 講講Jerk Cops 就被人攻擊 然後躺在床上 那麼他推進醫院的時候 開頭也很正常 開頭是正常的醫院 正常醫院 正常醫院 越推呢 那個世界越奇怪 越看到很多的瘋線人 例如看到一些抓住鐵欄的惡人 甚至有餵奶的女人 甚至灑滿一地的血內臟 殘肢 過頭腹下腹下腹下的人 越進去 他就越害怕 因為叫做這些是越abnormal的 但問題是這些 那麼 那麼幻覺性的畫面 他竟然用了主觀鏡 他看到的就是這些 究竟那個世界上 他是幻想的 還是真的有些事情 還是發夢 譬如說你跟陰謀倫說 其實你這樣解決也可以 就是怎樣呢? 醫院裡面其實真的有這個地方 你不知道的 可能裡面困著這些奇怪怪的精神病人 你不知道 又可以這樣說 又可以這樣解釋 所以 那個觀眾 連觀眾都分不清 究竟誰 現在看著 什麼一回事是什麼世界 整齊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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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是這樣的事情 再顛覆 再顛覆 不停地推翻 推翻 令到你其實 很靠你自己主觀的判斷 你擺哪一套 你覺得是這樣 還有令到你跟那個主角 站在一起 我都不知道這個世界 發生什麼事 很不安 其實是 為什麼 psychological thriller 不是靠視覺去營造恐怖 就是靠你的心理 我覺得 不容易拍的 你講起 psychological thriller 這一套都算是先鋒來的 先鋒 是啊 這套其實雖然不出名 我真的算我孤陋短盟 我也是 Kate之皇介紹我才認識這套 但這套 原來是inspire到後面很多 沒錯 同類型的電影 我們下一節再講 我們下一節再講 我們再講 另外還有一個街道方式 就是 official 的官方版 沒錯 這個就是最接近 導演本身說去的原意 其實這個解說 其實整件事就是 這個主角 Jacobs 他在臨死之前 出現的一個 死亡前的幻覺 一個憑死經驗 整件事就是這樣想出來的 其實就是 based on 他對於死亡的恐懼 那個未知的恐懼 其實你看回整齣戲 他這麼浮 整件事很沒有安全感 其實我個人認為 可能也是 based on 你對於未知的恐懼 你對於死亡 而人類最大的未知就是死亡 是的 因為你不可以死完之後 站出來說 死其實是這樣 沒有可能 是的 其實他出戲裡面 就有很多位置 其實都已經是 我覺得是揭露了 導演這個原意 例如 其實最明顯就是 主角那個治療師 其實跟他講過一番話 就說其實死亡 在乎你怎樣去看死亡 他可以是魔鬼 我記得大概那個對白就是 如果你覺得這個恐懼是死亡 你的害怕的話 其實對於你來說 那個是一個惡魔來的 是的 但是他說 只要你了然胸襟地面對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那個死亡這件事 本身其實可能是一個天使來的 帶來這個這麼痛苦的世界 是的 就是那個治療師其實是 就是自衛老人來的 哈哈 其實就變成了整個感覺 就會好像是 其實是一個journey 他怎樣去衝破 自己對於死亡的恐懼 那個心魔 之後去到一個 救贖 或者一種解脫的境界 如果你說回那個救贖的境界 你看一下其實他那個 裡面的名字的設定 那個迷幻藥給美軍加強戰力的藥 就叫做the ladder 它的意思就是說你要 攀向地方 加強你的戰鬥力 就是把你的人在極限push up 就好像把那個梯走過去 加上Jacobs這個字 就是雅各 中文譯 其實是不是叫阿各 其實有一點點 其實這個不同 因為基督教裡面 雅各這個字 除了Jacobs叫雅各之外 James也是叫雅各 即是聖雅各就叫雅各布 其實應該是對一點的 因為你知道 基督教的譯名是奇奇怪怪的 Michael不是叫米哥 叫什麼米勒加 拉斐爾 也不同 Thomas不是叫 Thomas叫多馬 就是這些 那個名字我不說 如果你說回這個詞 Jacobs's Ladder的話 也是跟宗教的雅各之外 有基督教的那個 你講一下那個 其實它就是 可以說那個典故 其實出自於創世紀的一面 其實就是那個叫做Jacobs的人 那就是 發夢 發夢 或者它有沒有說發夢 總之是 不是胡之間 不是胡之間 就見到在天上面有條梯 其實就是從此之後就是象徵著一些 是不是往天堂 是的 往天堂的一個梯 其實很明顯 其實套回到套戲裡面 其實跟這個典故都是相通的 暗地裡就是講 你如何在這麼痛苦的浮世之間 去找一個解決 你找一個下角的天梯 裂盆 所以其實 又再off track 有一首歌也有講這個 叫Stare Way to Heaven 通往天堂的街 就是Led Siblin 很出名 我現在在學著 怎麼說 其實這個通往天堂的 其實是一個挺普遍的象徵性的東西 就是出現在很多其他領域的藝術上 都經常會出現這個象徵 所以我們說回導演 為什麼用這個名字 剛才我們就解釋了 其實都是一個高明的手法 我覺得如果你看一部電影 就明白為什麼它叫Jacobs 突然會嘩 就是這樣 我看回Making of的話 導演也說 曾經有一個不知癌症的團體 就是一個自願團體來的 就是臨死的癌症病人 就是 叫什麼 輔導一下他 令他不要那麼痛苦 那個organization 就是說 可不可以借這部電影 給我們組織那裡播 因為我覺得這部電影 對於死亡的概念是很好的 可以令到差不多臨死的人 知道對於死亡的恐懼 和怎樣處理 然後導演說 如果這部電影可以真的 在你們那裡播到 而又幫到那些人的話 這個是我覺得 是我拍這部電影最大的貢獻 嗯 是的 其實 又補充一下 其實如果從這個解說的角度來看 其實出戲裡面 其中有一個角色 我覺得其實都是 也是某程度上 我個人不理解 就覺得揭示了這個看法的 就是他差不多 吐氣尾聲的時候 那個戴眼鏡的人 就是那個 說自己就是幫美軍做 那種迷幻藥 這個戴眼鏡的人 其實 如果我們說 其實整件事只是主角 害怕死亡 而產生的一個幻覺來講 我覺得某程度上 這個整弱的人 其實就是代表著主角 一直追求 尋求的答案 是的 那個答案 他是希望有一個人 可以出來解釋到 究竟解釋 所有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為什麼會造成這個 我身上的事 那其實是 某程度上 是一種尋求 一種救贖 是一種投射 是一種投射 那譬如說 我覺得 有一點類似的電影 有一齣叫做Machinist 那其實就是 做Dark Knight的Batman拍的 嘩 說了這個很厲害 他有很大隻 為了一種戲 是要暴瘦 減肥 瘦到是 Racheloretta 那一種 是的 他都可以出名 是的 但是 很可惜 其實這齣戲 就不太出名 但是其實 我又覺得 表達手法 都有點像 因為這齣戲就是說 主角是因為 撞死了個小孩之後 一直脫離不了這個心魔 而發生了很多幻覺 產生了很多痛苦的事 所以暴瘦 是的 所以暴瘦 其實去到最後 他就是因為 終於可以面對到這個事實 自己撞死了人 這個事實 而他得到一個解脫 去到一個類似天堂的白色房 其實我覺得 和這齣戲 就是和Jacob Sliver 是有個不謀異合的感覺 就是死亡 和你怎樣面對 這個是主題的key word 沒錯 再想多一些 你看回二十世紀少年的漫畫版 漫畫版 他裏面說起來 都是這樣 其實為何那個沙布男 就是朋友 朋友 他為何要搞這麼大堂的事 他最後找回 就是等於不穿橋 穿一點點就好 其實就是那個主角 就是一個建篪 其實是對那個朋友 在他小孩的時候 做了一點對不起他的事 就是很細微的事 但是人真的 因為有些事 等於你 每一個關口 你這樣一個關口的話 其實就算你不斷向前走的話 你的心理上都卡住走 其實就是講這件事 那 如何我們 通往天國 就是去一個解釋 就是你不放下這些東西 你會很痛苦 拿著這些東西 很不安心地死去 就是執念 就是執念 放不開 我都講了這些 那 我們講下一部分 不如講一下視覺 是的 視覺 因為其實我們看完這部戲之後 我們也考慮到 其實這部是一個 非常之不俗的電影 都算是經 它為何為之 可不可以說一個經典 就不是我們決定 不是我們決定 但是我們覺得好是 其實它 這部戲其實是 inspire了很多其他 不同類型的電影 在這個題材上再發展 但是我也是被受忽略 被受忽略 因為我們 當然我們也做影評 但是我們上網看回 香港 外國的影評也好 都比較少講這件事情 都講 但是講的時候 就是 作用作用先講 比如我們講視覺系 來說 它的視覺 在那時候來說 都算是創新 因為它的恐怖 不是說有個鬼衝來咬你 或者突然之間剪接剪 剪那個鬼出來 不是這樣 因為它很快 嚇出來的精緻式 不是的 它是很多人體的殘肢 腐育 流雨震動 你看它推到精神病院的底 那些東西 其實近幾個 由PS年代出的一個 Game 就叫做Silent Hill 中文叫什麼 直靜令 直靜令 或者叫沉默之憂 其實完全是 拿這個來做借鑑 我可以說 借鑑是一個很聽的名字 叉猫都很多 是的 因為 三明燮經常講 表世界 和異世界 和內心世界 這三個世界 怎樣去主角 因為它自己的執念 或者過去 它就會走來走去 裡面的怪獸就是 它自己欲望的投射 然後裡面的世界 有很多難獄 整個世界是無端正經的 變成生獸 然後講講講 其實和這個戲 是完全相似的 無論是意念上 或者視覺上 都其實是很相似的 因為大家上網 再查一下 Jacobs Leather 它有兩 兩至三個鏡頭 是刪刪了 不要說是鏡頭 兩個三 場戲 是刪刪了 場景沒有用 不是場景 是整個場戲沒有 那裡最少幾分鐘 是說什麼呢 就是 那個眼鏡藍 藥的設計師 就跟他講這件事 之後 那個故事是說 其實我有解藥的 你過來 我給你解藥 是 去他家裡 躺在那裡 滴一滴的解藥 在他的嘴裡 嘴裡 之後就有幻覺了 然後整個房間是震 牆就開始裂 有個類似腹肉 皮膚破壞的人都走出來 很噁心 有個牙 手 走出來 血水滴 在牆上伸出來 整件事是很disturbing的 disturbing 中文叫什麼 不安 很不安 驚慮 不是很噁心 不是說恐怖 是不安 心理那種 是 最後都沒有用 還有另外有一幕 好像是 你記不記得最後一幕 說他的兒子 就 站在他以前的舊屋那裡 然後他跟兒子 一起走上梯子 就好像解脫了 我覺得有個相似的 處理的手法 的一幕是 他是沒有用 不是這樣 那是否是 alternative end 這樣的東西 我不清楚 他那個是 alternative 還是 他沒有用 但是 他吃解藥那一幕 一定是沒有用的 嗯 因為他說 跟那個主題 那個導演說 跟那個主題 關係性 不是那麼強 但是這一幕 其實就是 Silent Hill 那個Games 的 那 Silent Hill 有沒有火車站 有個荒廢的火車站 裡面的開頭 我覺得都 挺漂亮的 不如你說一下場景 你說火車站 那個火車站 其實是荒廢了 現實的火車站 裡面那個是紐約 是嗎? 現實那個呢 就在第二處 那裡是荒廢了火車站 那就是 他有少少 repolish 還有翻身 其實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 火車站的廣告 全部都是Anti-Trust 哈哈哈哈 我應該是特地的 特地 是的 那那個 那也是很困難的 因為 配合劇情 他講到 他不知道自己 發緊夢 然後醒了在哪裡 拿車 之後鎖住了 他走不出去 是的 我覺得是 你剛才說過 那個 真的 藝術 場景設定來講 其實是荒廢 現實中 真的有這個荒廢的火車站 現實中有這個荒廢的火車站 是已經沒有用到的 是 因為美國其實有很多荒廢的火車站 是沒有用到的 但香港任務 都可以拍照 香港有一個陰謀 不是有一個 urban legend 上環 上環再出一些 其實還有一個陣 是 起了一半就沒有起了 這個我們會不會在那裡偷入 是 我們拍一套 火車在哪裡找回來 哈哈 用CG 即是用 CG 哈哈 我們講回這裡 其實我覺得那個 火車站 其實都有一些隱喻 比如說 你看回那個有一幕 其實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他臨出閘的時候 他有一個close-up鏡 是他的主觀鏡 就看到一堆腐育的東西 是 不知道是 他的腐育是知道他望著 然後縮走的 你記得嗎 類似有一些蜥育的東西 那究竟那個是 那個是 什麼呢 那個是他的幻覺 還是真是在那個世界裡 是有些腐育呢 那這個真的是 山嬌 是啊 是啊 這個也是一種 令你而幻而真的 的元素 是啊 他推下去 還有如果再 再講 他之後就駕駛了一輛火車 即是他走路軌 是 前面突然湧現一輛火車 是 然後之後火車 不停這個站 然後在他面前 當然他是避開了 沒有撞到他 然後他看到火車上面的人 全部貼了窗 很雙目 很真靈的雙眼突小地看著他 這個我都覺得蠻嚇人的 是啊 蠻深厚的 很不安的感覺 所以你說那個火車站 其實是 那一句 究竟是現實 還是他的幻覺 還是說其實是那個 如果你用那個 平衡世界的角度來看 會不會是 它兩個世界之間的那個渠道 借這個火車站的隱喻來看 是啊 我也覺得有這個意思 因為他剛剛睡醒 就是在火車站 是啊 其實一開幕就是 月戰完之後就是火車站 月戰完之後就是火車站 是啊 然後就 總之等於你調轉 你Matrix 也是火車站的概念 Matrix 2還是3 我忘記了 好像是3 是嗎 它經過Train Station 就是去那個 舞體那裡 Source那裡 其實這樣說起來 很多電影 火車站這個元素 都是很象徵性意義的東西 因為如果用心理學來分析的話 如果所有場景的話 即是你的人 腦中想事情 有視覺 而那個視覺 其實某場景是你自己營造出來 就跟著你的經驗不同 譬如你的火車站 譬如你住在歐洲的 我是住在台灣的 那我心目中的火車站 和你的火車站就不同了 那你再接運 是啊 就是自己冤枉 那你人就用自己 以前past experience 來營造你的夢境 就是Inception 也有說過 那 你看回 日本的新世紀呼聲戰士 他們那些很 很自己對自己的 即是內心對話 inter voice 那個主角 定真字 其實都是坐在 那些日本的電車那裡 嗯 所以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你可以說的 其實都是他的幻想 即是Jacob的幻想 只不過他經常都是 上班要搭火車 就用了他這個東西來做 而且火車站 其實都是一個挺浪漫的 浪漫 我個人覺得很creepy 你覺得很creepy creepy都是浪漫的一種 日本那些戶外的火車站 那些火車站都很難 那些是很思議的 那些是很思議的 但是在Jacobs那陣子的火車站 就很難思議到 說實話另外一套電影 都是講地下鐵 就是叫Crypt 是啊 逃出地下鐵 不是 不知道叫什麼 地鐵驚王 是啊 有一齣是什麼 Midnight Midnight Midtrain 是啊 其實又是 我很喜歡 又是拿這個地鐵來做這個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有情意結的 我不介意說 我有情意結的 我對火車 可以睡覺的火車 還有一些郵輪 那些長時間可以坐在那裡的交通工具 所以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坐在那裡做旅遊 就是這個 我也是 所以你不覺得劇本在那裡發展 有一種異覺情懷嗎 就是因為你在熟悉的地方 去一些不熟悉的地方 然後那個是你的中途 中途就是火車那麼大 場景是拼死了 中途發生的事 挺浪漫 很公路 是啊 我喜歡公路電影 我是公路電影人 我是公路電影 我們一起講公路電影 好好好 除了這個 《Silent Hill》拿這個來借減之後 其實裡面還有一個很出名的 就是那個導演在那個時代 自創的一個拍攝技巧 就是蝕頭 就是蝕頭 如果大家有看這個戲 其實那個poster也是用到這一幕 那個poster好像表達不到蝕頭的效果 因為是想動先結識到 因為是想動先結識到 那在那個時沒有電腦的 電腦的效果 電腦的幫助之下 他怎樣拍 其實說出來就很簡單 是 但是他想到 是一點都不容易 就是等於Stanley Kubrick 他在2001太空漫遊 買一個太空浸 那樣跑的 其實那個在那個時候 是難拍的 其實在那個時候 沒有電腦的年代 這些其實就是那些導演的 獨門秘琼 獨門的技巧 獨門的技巧 就是一些獨特的秘製醬汁 你不會有人說的 是 就是這些 其實他講出來很簡單 他為何可以在別人正常的時候 他不斷去踏 踏得的速度是很快的 很快 然後旁邊的東西好像沒事 肩膀又不動 不動的 其實他很簡單 他正常 大部分的電影一秒是24格拍的 是 他就把這個24格拖牆來拍 就是把那個拍攝時間放慢 是 然後他把這個放慢了來拍的菲林 在播的時候 又用回1秒24格的速來拍 就是快播了 是 導演之間 就是 有那種急速的效果 是 還有他這個很震撼 那時候 他加上音響 是 他做了很多幕 是除了 在 除了在精神病院 在酒吧 在酒吧 是 是 他就是因為 那一幕就是他在酒吧看到那個爽拼的人 之後就嚇到暈了 然後回到家就發高燒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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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在精神病院裡面 那個通道是有個 不知道是沒有手沒有腳的人 頭就是這樣 是 穿了SM衣 是 是 還有你說一下 那個 因為我突然想過那些事情 我剛才說什麼平衡世界和什麼虛擬那些 是 你在酒吧裡面有個塔 在手上 就是看手上 我說過 他說 你好像不是belong to 你已經死了 或者之類的東西 是 我記得了 而這個東西其實在另外一部電影裡 都有相似的幕 就是butter fight effect 是 是 是 他跟我媽媽一起看 是 是 是 發覺你應該死了 是 是 我覺得這個是有些少 相似之處 也可能是最厲害的地方 嗯 都不奇怪 是啊 我們再說回那個 除了這麼噁心的 拼頭 甚至有些 噁心怪獸 是不是好像是 他的情人 在酒吧裡面 他的情人都跟別人跳辣舞 之後差不多好像 口臉 透了一些噁心的東西 是 是 總之整個 都是很扭曲 就是他口裡面套一些 好像仿洋具的物體 就好像跟他在性交 是 象徵意就是這樣 就是那些 仿洋具的物體 是啊 因為那個導演說 他要想做一些肉團的物體 兩個男女一起 其實想代表 那個男生 引誘著 或者識誘著 他的情人 哦 就借在口裡面伸出你的肉團 去摸大家的敏感部位 這個都要用一些這麼特殊的手段 表達一個性格 還有你看看《Making Of》裡面 就很搞笑的 因為《Making Of》 你看看二場拍攝 就是把一個肉團的物體 塞在那裏扮演戲 其實是很麻煩的 拍攝的時候 都挺新穎的 在那個時候 我想都算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無論在視覺上 或者其實他整個故事 其實在1990年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新鮮 算是同類電影 這些題材的始祖都不為過 你想想 就算是Matrix 這些這麼經典的 1998年 是 99幾年 99 98 不記得了 那些真實與虛擬 那些就開始在那段時間爆出來 是啊 第1個是905 是啊 還有我想說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們講了很多視覺員 所以我講平衡世界 我們有一個項目 我們忘記說 是 就是他情人 是 你包不包他兒子 兒子都還沒說 好 我們可以把兒子 我們先講講情人 那個情人 其實到了中後段 其實我是覺得 他那個 角色作用 有一點點問題 你想想首先 他好像經常 表面上他是愛他的男人 就是愛著角的 但是他好像很暴躁的 很暴躁的 很暴躁的 對 之外在酒吧裡 又在食油的男人 不要食油 在酒吧裡 就好像和其他男人 又搞得很親密 然後大家記得有一幕 就是在精神病院裡面 有些人推他進去 然後有一個盲眼的醫生 沒有一隻眼的醫生 幫人做手術 打針 然後其中一個護士 就是他情人 嗯 嗯 是啊 因為他是裏面做事 是啊 究竟他不是真的裏面做事 還是陰謀論裡面派出來監視他 還是說究竟這個女人是 事情他想出來 我覺得給大家 很多 我喜歡這個 就是說 當你將每件事想到 可以分身得很firm 好像現實 其實我看得到的時候 偏老婆壞齋 偏老婆壞齋 推翻了 有些事情 那老婆到底是怎樣的呢 為什麼他這麼怕老婆呢 其實照我 我自己這個看法 我就覺得他情人的角色 其實純粹就是主角自己 他內心世界的投射 就是在不同時段的投射 比如說 好像你說 開頭他們是很恩愛的 他女朋友很愛他的 那時候其實 我覺得某程度上 可能是他 他渴望是他以前的老婆的一個投射 那去到後面 他越來越發生多奇怪的事情 那時候 越來越焦躁不安 你發覺他女朋友的情緒 又跟著是越來越焦躁不安 去到你說 比如說 酒吧那個去調戲其他男人 那某程度 我自己理解 可能是主角本身自己性慾的那個投射 那還有精神病予打針 就更加明顯 根本就是他自己對那個恐懼的反射出來 如果再加大來說的話 就是因為他這樣 他老婆跟他都不確定性 都很重 是啊 那他在那個幻覺裡面 可能他老婆 在他的角度裡面 都是跟那幫醫生 或者跟他對付他的人 都是一夥的 就是在他的心裡面 所以為什麼他老婆 都在做護士的一群 就是他這樣的一個投射 老婆 不是老婆 所以他的情人 都是站在他們那邊的 來對付我的 所以其實他情人的角色 就會隨著主角自己的心態 那個變化 以變化 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投射 還有加了一件事 我實際上賣的一個 《PD The Sins》 是沒有用到的 那個結局裡面 他有老婆出場的 即官方結局是他的兒子 在樓梯上一起上去的 沒有用到的電影 沒有用到的結局裡面 是有他老婆的出現 他老婆好像蒙著她的沙 還是不知道怎樣 然後再揭開 很隨時的 其實他老婆是一個很令人 很不確定的 其實那個 其實我們也說過差不多 其實荒間還有很多主流的電影 都靠這個觀念來 不是靠這個 就是借這個觀念來參考 而再形成出來 如果要講虛擬 講不確定的話 都會飛這個MHERLAND DRIVE MHERLAND DRIVE MHERLAND DRIVE 即是失憶大道 是的 失憶大道 大陸叫做 牧荷蘭大道 牧荷蘭大道 我聽到的就是 不是這個 就是MHERLAND DRIVE 將這件事 由David Lynch導演 更加發到 更加你不知道怎樣 看看我們有沒有機會 去講這個電影 沒錯 有期票一張 有期票一張 我都期票我會看 我還沒看 那我們現在做一下功課 好 趁下雨 我們晚上再開一套戲 我們下集見 好 拜拜 拜拜